Hello 大家好 这里家秦宝 我是秦宝妈妈 我是秦宝 有很多的小宝贝们想看一下秦宝平常读的是哪些课外说 今天刚好有个时间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顺便再带你们来参观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专门为秦宝量身定制的一个学习角落 这个就是秦宝平常学习的地方 写作业的地方我就不给大家说了 秦宝现在把他的书都拿过来了 我先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他做的手工没有钻 还有就是我给他买的这个亲子故事 这个是作文书比较好一些 他都读了特别多 里面有这个扩具法 这个应该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大家都看到过 还有这个也是作文 还有米小圈上学季江小牙 都是张小牙 这种肯定很多宝宝们都喜欢对不对 这边就是愿望的实现 狭狗的房子 一只想飞的猫神秘马良 看到了吗大家 还是挺多的对不对 好这边是他比较 最近迷上了这个冒险类的 朋友是必须的吗 这些都是爸爸给他买的 不学习行不行 不学习行不行 当然是不行 然后我再带你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这个书桌 这个区域主要是我们今天 要重点讲的地方 这里呢就是情宝专门练习毛笔字和阅读的地方 你们是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不在那个学习桌上练字 反而在这个大桌子上练字呢 因为那个学习桌上主要是主攻我学习和写家庭作业的 然后这个大桌子上主攻的就是我阅读和练字的 因为这个桌子相对来说大一点 对 爸爸这个鞋怎么样 这个鞋挺不错的 因为我们这个呢是租的房子 所以说他这个房间里面只有两个床头灯 然后一个西顶灯 光线特别的分散 所以说爸爸就给情宝专门有买了这个学习桌 还有这个灯 妈 你看家里的学习用品 99%的是我爸给我买回来的 你是在这干啥 替你爸邀功吗 你们确实说的没错 我买的东西不光只用于学习 比如这个灯眼灯 没有蓝光平闪 然后光线也不刺眼 光照面移特别大 你看这边都亮了吧 像你练字的时候可以用 做省工的时候也可以用 然后他这个灯伸缩自如 移动特别方便 爸爸总是买你最需要的东西 是不是 好了 你不要再给我邀功了 行不行 以后你就在这个角落里 好好的练字 好好的阅读了 有了你后面的那个 灰眼灯 就可以好好的保护你的大眼睛了 妈妈就放心了 好了 我要给你练字了 爸爸 爸爸 你们先去忙吧 嗯 好了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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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